国际体操联合会昨天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 在广州亚运会男子自由体操的决赛上 中国籍裁判邵斌在执法时存在违背相关的章程和仲裁规定的嫌疑 声明中指出来自中国的南渡组裁判邵斌在完成分被公示之前 未经高级裁判组同意擅自修改了运动员比赛的完成分 就此事我们的记者今天下午采访了中国体操协会 他们表示会全力配合国际体联调查此事 前几天国际体操联合会给我们协会发了一个email 就是告知了邵斌在亚运会男子自由体操决赛的时候 改了裁判员的评分 违反了裁判员的规则 所以说对他这种行为要进行调查 所以要求我们也通知他本人 我们已经按照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要求 已经转告了邵斌本人 要求他协助国际体操联合会进行调查 根据规则 分数的修改是要由高级裁判组来决定的 而国际体联认为邵斌在完成分被公事前 未经高级裁判组同意 擅自修改了运动员的完成分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中国运动员张成龙 最终与韩国运动员金珠棉得分相同并列第一 中国体操协会对于违背国际体操联合会的任何章程也好 规定也好 特别是裁判员的执法这个道德也好 那么这个在这种事情 我们中国体操协会是从来都是反对和不允许的 因为评分项目的这个体操项目 对于打分项目 不管是咱们协会也好 包括总局也好 这个大家心里可能都清楚 对吧 在国内的比赛对裁判员的管理都是很严格的 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感到中国体操协会在这方面 没有给他本人在亚印会比赛期间任何指示要求 所以纯属是他自己私人行为 擅自做的这个违背现象 国际体联认为 完全无法接受邵斌对此事的态度 他们将对邵斌展开调查 并将本案移交纪律委员会处理 第三点就是国际体操联合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那么我们中国调查协会 就是收到邮件以后 我们也会去逐步落实 至于国际体操联合会最后调查和落实结果如何 对邵斌的任何处理 对吧 如果情况属实 对他处理和处罚 那么我们中国体操协会 也会做出相应的处罚 就是国际体操联合公司 我们我们俄罚 支持公民体操联合公司 只是空小学来 谢谢你 就是国际体操联合王